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为教育工作者 驻马店是作家协会会员 河南省报告文学 学会驻马店分会理事 有多篇文章发在各种媒体 本文由作者授权发布 剧中有一个民间女子 因艺术精湛 被韩氏王爷的朱祁玉太上 成了王妃 再后来机缘巧合 她母平子贵成了代宗的皇后 但到头来依旧是权力斗争的牺牲品 被附卫的英宗萧皇后号 毁葬岭 她就是女一行允贤的原行行皇后 一 飞上之头便凤凰明英宗听信宦官王镇的话亲征蒙古被俘 在国难之际 朝廷用立英宗的弟弟 成王朱祁玉登基 年号景泰 视为明代宗 又称为景泰帝或景帝 明女行事被册封为匪 带东历经图治 知人善任 重用于谦 等一大批能臣武将 击退了瓦剌的入侵 使得江山设计转为为安 又对政治 经济 军事等方面 进行了整顿和改革 使当时明朝社会由乱而至成为中兴之志 可谓英明之主 登基之初 戴宗立哥哥英宗的儿子 朱建森为皇太子 但漫漫长的权力滋味的戴宗 欲废处朱建森 改立自己的儿子朱建森为皇太子 他的第一位皇后汪氏坚决反对 劝说无效还因此被废 戴宗一意孤行改立朱建森为皇太子 杭妃母以子贵 被立为皇后 几年的时间 杭是有普通的民女 成为当朝皇后 儿子又是太子 甄可谓 妃上之头变凤凰 他的父亲杭玉 也被封为锦衣卫指挥使 明史外西 杭玉 女为锦继妃 生子建森 井太三年 地狱非应宗子而立即子 乃非皇后汪氏 侧妃为后 遇了关键一位指挥使 二 黄花落地因崩起在牢笼般的后宫里 争宠便是女人主要的任务 即使贵为皇后也不能免俗 皇帝忙于国事的同时 还不忘在天红颜知己 他这个救人已被皇帝抛于脑后 一种失落涌上心头 无法排遣的寂寞和失宠的恐惧折磨着他 幸福的日子是那样短暂 还带着翅膀会飞 他亦那年杏花为雨 平民打扮的王子 在四战前为他拔刀相助 他被王子不凡的气度深深折服 王子也在惊诧这姑娘的美丽 那时他们出相遇 眼眸相接触 刹那间拨动心弦 心爱的王子把他带回去 百般宠爱 为此还受到王妃的刁难 和相爱的人在一起 怎样都感觉是那么幸福 但这一切太匆匆 皇帝宠爱唐妃 还有长纪出身的依西尔 对他们呵护被制 那甜蜜的一幕幕 早变成了回忆 他非常清楚 自己能当皇后是因为生了儿子 不久年仅五岁的皇太子朱建计夭折的 那是他的心血吧 杭皇后悲痛欲绝 卧病不起 很快在景泰七年二月一四五六崩市 代宗也颇为悲伤 视为素孝皇后 又为他修剪陵墓 昊约受领 任命皇后的哥哥杭敬 弟弟杭敏 为锦衣为百货 儿子的腰折让他伤心过度 还有对失宠的恐惧 导致杭皇后相小欲损 可怜后宫的女人 三 风喜云涌变了天 更可悲的 是杭皇后虽然已经入土 却没有得到安宁 在他去世两年之后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瓦刺看俘虏英宗也没捞到什么好处 就把他放回去 好做山关虎斗 放回来的英宗被关入冷宫 不久在一帮旧臣帮住下逃出冷宫复辟 把代宗主其羽将为称王 软禁在西月 两天后报死 享年仅二十九岁 英宗对当年代宗废去自己的儿子朱建生的太子之位怀恨在兴 非常痛恨杭氏母子 下诏将杭氏塑孝皇后的嗜好废去 同时还毁坏了她的陵墓 此时杭氏父兄即死 英宗便消其地杭免之职 命回乡 而杭氏所生之子朱建计 也由怀宪太子降为怀宪世子 明代史书中 没有为杭氏单独立传 她作为明代宗继皇后的身份不被承认 英宗赶江氏当年反对戴宗改立太子仪式 让她在宫中仰王 杭氏不论作为城王侧氏或戴宗继后 皆不得明朝政史认可 但她曾是朱祁玉的妻子 毋庸置疑 可怜的杭氏 最后什么都没有了 如果她地下有知 是否后悔入宫 如果她真是一代女医 游走在民间玄乎济世 强盛这牢笼般的皇宫 只是她的命运没得选择 我在天地间木彩霞 只为一句承诺把桃源抛下 少年梦酣唱了年华 再相逢恍如隔天涯 还记得那年雨后古差 你的笑声惊飞红 刹那间山花浪漫 这人生正如一场戏 演出悲欢和别离 小编提示 如果您喜欢这篇文章 敬请转发和评论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这篇文章 茶